做反了 不满糟格除 巫统最高理事值的达祖丁 今天召开记者会同老板刀子 除了要求党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西下台 还声称早在两年前 党内就有到扎西运动 达祖丁今日在伊斯廷酒店召开记者会 透露了一连串 关于阿末扎西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声称 当初确实有巫统国会议员 以法定宣誓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 担任首相 并指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人 而起初他拒绝了党领导层的提议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证人 不可否认 是有一份法定宣誓书 支持安华担任首相 这份宣誓声明也被提交给王公 让安华成为首相 他还说 阿末扎西从未将巫统签署支持安华人像的 法定声明仪式 告诉巫统基层党员 以至于他当时不愿意签署法定声明 但他最终不得不这样做 为了表达反对意见 他甚至展示了当天会面并计划推翻扎西的 巫统领导人的照片 并说 早在2020年 党内就曾出现由熟理主席 莫哈莫哈山领导的 道扎西运动 甚至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也参与其中 他声称 这些领袖在2020年5月会面 地点就在他的住家 不过 他补充 基于莫哈莫哈山不中用 Tekpo爬开最后打退堂股 以至于劝说阿莫扎西下台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 他指巫统阿莫扎西之后 得知有人要反他 派其政治秘书与莫哈莫哈山对峙 不过后者不敢承认 他提到 莫哈莫哈山是受到阿莫扎西 资深官员的恐吓 他们让我调查基层 有多少区部主席同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全国有130个区部同意 Tekmet莫哈莫哈山同意 Posco同意 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Tekmet是退缩的领袖 达祖丁强调 巫统之所以坚持 举行第15届大选 是因为阿莫扎西不满 当不成首相 我告诉他们 我已经有一位来自巫统的首相 我们原本的目标是重整政府 既然伊斯麦莎比里当了首相 他们还想要什么 为什么还吵着要大选 要重夺首相和部长 质疑很不简单 我可以保证 他们不开心 是因为扎西不满 没有获得该职 这不是为了党 而是他自己 要重回权力中心 如果他重新掌权 现有的官司就可以了结 为了党的利益 阿莫扎西 请你下台 辞去巫统党主席职位 现在还有很多案件 他没有能力管其他事 最好专注于他的个人问题 而不是让巫统承受他个人问题的负担 公正党代理主席拉菲兹说 巫统领袖似乎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所以他们害怕他所提出的公事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昨日讽刺 人们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公事 尤其与西蒙执政22个月后 一同倒台的拉菲兹所提出的公事 作为回应 拉菲兹今天在脸书上做出反击 并指巫统领导层也处于混乱之中 当时他们最伟大的想法 是成立一个国家家庭委员会 来解决粮食供应危机 每当我提出想法 巫统领导层都会说 我只知道公事 他们还说 当希望联盟执政22个月时 这个公事被证明是无效的 巫统领导层存在漏洞 当他们如此害怕我的公事时 以至于他们会公开反对 我的计划 这意味着他们承认默认他们 没有治理国家的概念 他强调 巫统领导层担心 若马来西亚政治 围绕住思想 不是种族 宗教或当权者 他们会像第14届大选一样 被民众拒绝 他列出巫统在上届大选惨败的两大原因 及一马发展公司 要MDB丑闻牵涉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以及巫统所有困扰国人的政策 包括削减补贴 征收消费税 贪污等 在当时是无法被接纳的 因此 巫统领导层试图贬低反对党提出的 任何解决方案 他们越是贬低 就代表他们的恐惧是如此明显 他说 巫统领导层似乎也忘了 人民知道 我一直以来支持从国阵 西盟和国盟所采用的汽油 和柴油定价公式 但这是纳吉 在2013年当上首相后 想要取消的补贴 说我的公式不奏效 但这个公式首相 自己也在采用 如果有一个解决方案 能成功保护人民 免受汽油价格 上涨带来的影响 那么这个公式 就是我所开创的 所以 从2018年5月至今 国人都在以稳定的状态 来享用汽油和柴油的价格 他称 阿末扎西的言论 根本对他反对增设更多委员会 加剧官僚主义和浪费人民金钱 做出反驳 他补充 阿末扎西发表的言论 和最近刚受委 为巫统最高理事的伊山加利尔 是自相矛盾的 后者表示 由巫统领导的政府 在过去几周 已通过进口肌肉实施了 缓冲库存政策 巫统主席说我的想法让政府建立缓冲政策 是一个不奏效的公式 但他新委任的巫统最高理事 据说是巫统中最聪明的人说这个公式 已被巫统采纳 那究竟是哪一个 我提出的缓冲库存 想法不可行 亦或是巫统 首先想到了 这个缓冲库存的想法 在宣布要成立国家家庭委员会之前 他表示 他将继续提出方案 让国人每二至三天 思考一次 把马来西亚的政治竞争 带回思想上的竞争 我建议阿末扎西和巫统 另寻答案来反驳我 因为巫统有非公式的解决方案 早在第十四届大选被人民拒绝了